视频的开头先问问你 这两台16寸的MacBook Pro 哪一台里面是M1 Max 哪一台里面是M2 Max 这两台Mac mini 哪一台是M1 哪一台是强得多的M2 Pro 诶 你分不出来吧 我也分不出来 所以就直接告诉你吧 这两台就是今年过年前刚刚发布的 搭载M2 Pro和M2 Max的新Mac mini和新MacBook Pro 关于这两台机器的外观设计 屏幕扬声器等等这种东西 我觉得没有必要再聊了 尤其这个Mac mini 我上初中的时候就长这样了 我都大学毕业好久了 它居然还长这样啊 当然接口确实是有更新的 M2 Pro的Mac mini 终于回到了2018款Mac mini的四个雷电口 而且这两台机器终于支持了我们怨念已久的HDMI 2.1 2023年了 Mac终于可以用HDMI接上4K144显示器和8K电视了 可喜可贺 重量上两代MacBook Pro 16 不能说十分相似 只能说是一模一样 虽然官网上看好像重了60克 但其实两者只差5克而已 M2 Pro的Mac mini倒是更重了一点 估计是散热器要应付更高功耗的处理器 所以可能会稍微重一点 因为这台Mac mini是评测机 我们不能够拆解 如果你想看最近三代的Mac mini内部有什么区别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我的个人账号 等到我买到零售机了再拆给你们看 既然外在实在是罚善可乘 那么内在 M2 Pro和M2 Max 两颗芯片会不会大又乾坤呢? 这期视频我们会从架构 性能 功耗 以及两代笔记本的续航几个方面 来深入聊聊这两个处理器 考虑到我过年基本上就没休息啊 在兰州一边吃牛肉面一边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所以我先要个素质三连应该不过分吧 先来看看两颗处理器的整体架构吧 它们俩的面积都比上代略大一点 但大得不多 CPU 部分最直观的就是从原来的两个小核心 变成了四个小核心 那更多一点的小核 应该会带来更好一点的多核性能和更长的续航 这个绝对是件好事啊 但我困惑的是 M1 Pro和M1 Max 当时为什么不把四个小核放进去呢? 除了核心数量的区别 另一个显著的差别就是缓存容量了 大核的总二级缓存从原来的24M 扩展到了现在的32M 小核L2和整核芯片共享的SLC容量 则依然保持不变啊 那我跑了一下缓存延迟测试来对比下M1 Max和M1 Max 可以很容易的看到 可以访问的L2缓存变大了 而且L2缓存的整体延迟也有降低 那说明缓存部分的改进还是卓有成效的 不过M1 Max的大核L2缓存 依然是每四个核心一组访问它总容量的一半 也就是说每四个核心可以访问16M 这有点像当年Zen2的3D缓存 而频率方面这次则是有一些惊喜的 我不止一次吐槽过上代的M1 从基础款的M1到台式机的M1 Ultra 居然单核频率都只有相同的3.2集合 这让Max Studio占据半个机身大小的散热器 显得是相当的大材小用 这次苹果终于开窍了 M2 Pro和M2 Max的单核最高频率来到了3.7Ghz 比小弟M2高了0.2Ghz 比M1 Max高了0.5Ghz 要我说这种散热更充裕的机器 就应该给更高的单核加速频率 希望之后台式机上的M2 Ultra还能再超高一点 高频才是永远的正义嘛 高频自然会带来性能上的提升 因为Linux还没有适配新机型 我们在MacOS上就简单跑了一下SPEC 2017 这里是M1 Pro系列 M2 M2 Pro系列的单核成绩对比 可以看到 借助架构的小幅进化和频率的小幅提升 M2 Pro系列相较于M1 Pro系列 获得了整数14% 浮点7% 综合10%的实际性能提升 也比架构相同 频率略低的M2有了4.5%的综合性能提升 相比较于小幅进化的CPU GPU才是这次的重头戏 首先是架构上换成了A15和M2上的苹果第8代GPU架构 A15和M2相对前代的GPU提升 各位也是永无共睹了 那我也很期待这两颗新的GPU究竟表现如何 但仔细看这个规格你会觉得有点诡异 M2 Pro有19个GPU核心 MR Max有38个GPU核心 这19个GPU核心的规格 这么奇怪的规格我还以为肯定是苹果为了良品率刻意阉割的 但是当我仔细看了Dyshot的时候 我就愣住了 这里面还真是19个GPU核心 左右不对称的GPU可以彼此强迫症了 但是你仔细看的话 你会发现GPU计算核心以外的GPU MISC部分显著增大了 这个部分包括GPU的前端 也就是给整个GPU发号施令的部分 负责连接GPU各个核心的总线以及GPU的缓存 我先预告一下这个改进非常重要 我们待会再来仔细分析 所以其他部分 MR Max主要还是在上一代的基础上小幅度进化 包括酸力更强的NPU 上代就已经证明过自己实力的各种媒体专用加酸源等等 这里我就不再赘述了 那么考虑到M2 Pro和MR Max的定位 除了基准测试以外 这次我们还测了比较多的各类生产力应用的性能 包括CPU和GPU分别的3D渲染性能 视频编辑性能、音乐制作性能、游戏制作性能、程序编译性能 几个方面 虽然Mac上没什么游戏可以玩 但毕竟生化V78也都登陆了Mac了 我们也会来看看它们在游戏方面拥有着怎样的潜力 和30系哪一张移动显卡的性能接近 为了让大家准确知道MR Max和MR Pro的性能表现 我们也找来了上代M1 Max的MacBook Pro 16 M1 Ultra的MacStudio i7-12700H加上3070的联想外9000X 和重量级的i9-12950HX加3080Ti的ROG 枪神6 Plus作为对比 来看看最强的MacBook和最强的Windows游戏本相比如何 那么首先是CPU基准测试 Cinebench R23 R23里面 M2 Pro和MR Max的单核和多核程机都有了不小的进步 已经接近了85W状态下的i7-12700H 更高的频率和更多的核心数量都发挥了作用 不过MR Max的性能还是不敌i9-12950HX MR Max这33W的功耗还不到人家12950HX的零头呢 风扇都懒得动 毕竟这个3.2GHz的满载频率我觉得还是太保守了一点 那看来苹果这次还是定了一个非常保守的频率点 你说要是能让我手动抄点频该有多好啊 哪怕你锁到单核最高的3.7GHz也行啊 可惜超不得啊 MR Max这个微架构虽然整体上已经是2020年的设计了 但是在目前它的IPC和能耗比仍然是业内第一的水平 就是希望苹果未来能够把台式机产品频率再放积进一点啊 英特尔现在已经不是11代那个时候的英特尔了 你要想应付13900K这种高功耗但是高性能的处理器 我觉得苹果还是要适当放弃一点对环保的执念才更有胜算 GPU基准测试3DMark WorldLife Extreme当中 38核GPU的MR Max 比起32核GPU的ME Max则有了25%左右的提升 M2 Pro则差不多是MR Max的一半 比较符合硬件规格上的差距 GFX Bench的Aztec Ruin 测试对于手机平板来说压力还是挺大的 但是在这些东西面前吧 这简直是对吧 MR Max在1080P的测试当中甚至已经跑到了接近1000帧 这个测试在A16上才147帧 不过要注意看 GFX这个测试当中出现了一个情况 4K分辨率 帧数比较低的情况下 MR Max的领先幅度比较接近计算单元规模的差距 大概是26% 这个和前面3DMark WorldLife Extreme的差距相似 但是1080P下 两者的差距就已经接近40%了 难道这说明MR Max上的GPU也和RDNA2架构一样是低分辨率战神吗? 这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啊 注意看 两颗M1 Max组成的M1 Ultra 在1080P的成绩居然比M1 Max还要低 看来M1 Max和M1 Ultra的GPU前端设计可能是有些平静的 这个可能才是高伸数下GPU性能难以发挥的原因 你还记得前面架构图里 M2 Max大幅增加了GPU MISC的面积 也就是GPU计算单元以外的控制等等部分吗? 大概M2 Pro和Max的GPU里最大的改进就来自于此 Blender的测试成绩进一步说明了问题 在GPU渲染的宝马GPU场景里面 M2 Max的性能甚至达到了M1 Max的两倍 甚至连GPU规格都只有M2 Max一半的M2 Pro渲染时间都比M1 Max短 两倍于M1 Max规格的M1 Ultra更是都没能超过M2 Max 同样是GPU偏重的Secret deer里面 M2 Max甚至超过了M1 Ultra 看来这次苹果在GPU上的改进幅度比我想象中的要大很多 不过虽然相对上代改进幅度比较大 但在我看来这更多是对M1 Max以及M1 Ultra设计当中经验不足的改进 可能M1的时代我觉得苹果对超大型GPU的设计还是准备不足 在面向手机的A14 面向轻薄本的M1这种小GPU上 这种前端设计的问题并不会真正显现出来 但是在M1 Max甚至更大型的M1 Ultra上 这个问题就变成了不可回避的问题 你可以这么理解 M1 Max和M1 Ultra这两家公司虽然请了很多流水线工人 但是管理能力却不够强 很多工人只能够被迫摸鱼 但M2 Max就换了更有能力的领导 它知道怎么样去把工作合理分配给工人取高效率的完成 甚至还能够管理比M1 Max这家公司更多的工人高效的去完成工作 我猜测这个可能才是本应该在去年与我们见面的M1架构的Mac Pro 最终胎死腹中的原因 也许现在改进了GPU调度之后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新的M2 Ultra甚至更大型的苹果芯片了 说不定这个工作就是为了给Mac Pro铺路呢? 虽然Blender的GPU测试里面 M2 Max相较于M1 Max有长足进步 但毕竟它还是没有硬件光追单元 比起拥有Optics支持的N卡 苹果的进步空间还是非常大 虽然能耗比目前还是无敌 但是工作占级别的产品 我觉得可不能只讲能耗比 毕竟2023年的桌面GPU架构了 还不支持光追的确有点说不过去了 希望年底的A17可以让我们看到光追单元的加入吧 而在Blender的CPU渲染测试当中 BMW CPU和Classroom CPU当中 M2 Max相较于M1 Max都提升了17%左右 这个进度幅度和R23单元的表现近似 毕竟两代CPU的V架构基本没什么变化 这个提升主要还是来自于核心数量的增加和频率的提高 M2 Max在这里的绝对性能依然近似于12代的H45处理器 当然在能耗比方面还是会好很多 所以测试时长比较长的Classroom测试全程 CPU也完全不会降频 比开启了狂暴模式的Y9000X的i7 12700H 也有了一定程度的领先 这个高能耗比也算是Apple Silicon的传统异能了 这个梦幻单热管压顶级处理器还不降频的梦想 今天终于还是成了 7Z的测试里面 M2系列的两颗新处理器凭借着CPU性能和缓存性能的双重提升 比起M1 Max有了比较大幅度的进步 综合进步幅度来到了25% 也超过了搭配DDR5内存的i7 12700H 转现不错 接下来的测试是更场景化的应用测试 在B站认证生产力剪视频里面 M2 Max会有比较大的进步吗? 达芬奇里面 我们依然沿用了iPad Pro M2那期视频中的测试项目 在导出速度上 M2 Max的表现相当惊人 已经很接近M1 Ultra和台式机i9-4090的成绩了 这个表现和M2 Max在GPU通算性能上的提升是分不开的 目前达芬奇依然是一个Mac表现非常强势的软件 即使是H55的12950HX加3080Ti加64G的Windows笔记本 也还是没能打过哪怕是上一代的M1 Max的MacBook Pro 所以如果你的应用场景主要以达芬奇为主 这个应该就是你目前能买到的最强笔记本电脑了 PR的测试当中 M2 Max比起M1 Max有一定进步 比起12700H加3070的Y9000X也要强不少 不过和核心更多的i9 12950HX相比就没有讨到优势了 而且PR是能够发挥英特尔核显的解码潜力的 所以英特尔笔记本在PR里会明显比AMD平台快 你也可以发现如果你是PR用户 Mac和Windows都是不错的选择 AE里面 M2 Max的MacBook Pro依然延续了强势的表现 虽然领先幅度没有达芬奇里那么明显 但是几台Mac的表现都非常强势 连小弟M2 Pro也能超过i9 12950HX加3080Ti的枪神6 Plus 这的确有点出乎我意料了 面对12700H加3070的Y9000X领先幅度相当之大 不过Adobe家族的软件也需要关注一下 你需要使用的插件是不是已经适配了Mac平台 如果你用的插件刚好都支持的话 MacBook Pro的性能表现还是视频领域的食物链顶端 视频编解码性能绝对是M系列处理器的强项 MR Max在Adobe Media Encoder里已经很接近M1 Ultra了 不过带有12代核显的12950HX 搭配3080Ti的枪神6 Plus也已经赶上了M1 Max 但是小弟M2 Pro在这些大哥面前就有点抬不起头了 编解码加速单元 GPU通用计算性能在这里都非常重要 缺一不可 接下来是音频领域的性能 首先是音乐制作软件Logic Pro X 我们使用了一首135轨的工程 这首歌我相信玩过一平线4的小伙伴都是听过的 我觉得这个也是最符合流行音乐制作实际需求的一个工程项目 我们来记录导出这首完整的歌的时间 导出为iTunes Plus AAC格式 256K马率 VBR 在这个项目里面 几台Mac的差距并不大 只有M1 Ultra的Mac Studio明显更快 CPU核心更多 就是引擎 如果多来几轨血清或者多挂几个Ozone 这个差距还会更加明显 如果你有超多轨道或者压力巨大的音乐制作需求 M2 Ultra的Mac Studio值得等一下 否则选M2 Pro就已经完全足够了 因为它和M2 Max的CPU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音乐制作上的性能表现也会完全一样 完全不需要为了GPU多花钱 除非你需要更大的内存我也没办法 我还试了用iZotope RX10去除人声 同样除了M1 Ultra稍快一点 整体上极为选手的成绩都是接近的 整体来说Mac阵营的性能会稍微好一点 总的来说音乐制作这个领域可能是比较少见的 Mac的资源和生态比起Windows要更加丰富的领域 这个也是Mac传统的优势所在了 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音乐制作人 在有上一代产品的情况下 这一代是可以不用升级的 但是新买肯定是买新不买旧 至于Mac和Pro的选择方面 Mac的GPU对于音频软件来说基本是没用的 把钱花在刀热上会更好 软件编译速度上 我们使用了M-Arimenco开发的Echo Benchmark 在这个综合编译性能的Benchmark当中 MR Max相比较于ME Max有接近20%的提升 这个提升幅度基本上已经接近CPU的多核性能提升幅度了 但是距离核心更多的ME Ultra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另外M2 Pro和MR Max的CPU部分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主要用作开发用途 买M2 Pro就足够了 而且这意味着M2 Pro的开发性能 是比上一代使用ME Max的Max Studio更强的 再加上可以在公司和家之间方便带来带去的体积和重量 Mac mini确实是iOS和Mac的开发者之友 最后我们还简单测了一下硬盘性能 对于大容量机型来说 硬盘性能还是有所提升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 512GB的最小容量版本 因为只用了两颗闪存颗粒速度会慢一些 如果你在意的话买的时候要记得流星 虽然Mac上的3A游戏依然乏善可陈 但我还是测了一下游戏性能和游戏开发性能 在生化VG8当中 MR Max相比较于ME Max有着相当可观的提升幅度 我们使用主角和男爵第一次见面之后准备进城堡的这段场景 包括压力比较大的室外场景和压力比较小的室内场景 MR Max的游戏性能比起ME Max是有明显进步的 接近于Y9000X上的3070 但是和175W的3080Ti相比依然有着明显的差距 ME Ultra依然存在低分辨率下GPU的调度问题 我也测试了一下苹果版DLSS Metal FX Upscaling的表现 那么在4K分辨率下高画质模式基本上帧数是接近1440p原生分辨率的帧数 性能模式则是更接近1080p原生分辨率的帧数 而画质方面则比较接近于FSR 2.0 总的来说目前MR Max的游戏性能比较接近于笔记本的3070 在今天这个时间点性能表现我觉得还不错 不过40系游戏本的评测我们过几天就会发出来 大家到时候可以再参考一下 但Mac打游戏的问题并不是性能不够 而是没有游戏可打 除了在Apple Arcade上面的游戏以外 现在原生支持M系列芯片的Mac平台大作 也就只有生化危机吧 博德之门3还有摩 算了不说也罢 甚至去年说过要在年底上线的无人声空也是迟迟没来 那么我们不如来看一下 Mac实际的游戏开发性能如何 看看Mac游戏有没有未来 其实两个主流游戏引擎 虚幻和Unity的开发工具都是有Mac版的 Unity也已经原生支持了M系列芯片 但是U1也许是因为Epic和苹果的过节 目前的U1 5.1也依然运行在Roseta 2下 我们首先来看看Unity的光照烘焙速度 这主要依赖的是GPU性能 所以M2 Max相较于M1 Max有着明显的提升 介于M1 Max和M1 Ultra之间 M2 Pro因为GPU的规格受限 表现就要差一些 但即使是M1 Ultra 在这个项目里也没能够战胜 枪神6 Plus的175W 3080Ti 以及Y9000X的100W 3070 所以Unity M2 Max距离高端N卡还是有些距离的 U1 5当中 因为Mac和Windows下面有些特性是不一样的 所以项目并不能够完全跨平台打开 我们就简单对比一下这四台Mac在编辑器中的表现 结果M2 Max在编辑器里居然和M1 Ultra的帧数差不多 再次说明了M1 Ultra GPU存在的调度问题 M2 Pro的帧数则只有M1 Max的一半 M1 Max介于两者之间 最终导出的成品当中 M1 Ultra还是显著比M2 Max性能强一些 其他几台机器的性能也没有什么意外 另外我们因为实际上有在实际开发虚幻项目的同事 他跟我说 Mac上面虚幻引擎目前的体验实在还称不上优秀 比如说由于还是有赛大转逸 编译时候有时会出现突然吊针的情况 比如说老版本的U1和新版本的Xcode不兼容 导致做好的项目打包困难 比如说不能在外接硬盘或者服务器上直接编译 因为Xcode会爆错等等等等 总之现阶段Mac上面开发游戏的环境 我觉得实在称不上优秀 虽然这个也不一定只是Mac自己的问题 但这些体验上的问题会客观的影响游戏开发者 开发Mac版游戏的积极性 Mac版游戏的数量就很难变多了 再加上Mac目前也不支持其他的第三方 比如像Vulkan这样的API 游戏需要再移植到Metal 所以除非Mac的用户数量有一个巨大的突破 否则大作移植到Mac上的工作量和收益也可能不成正比 所以目前我并不是特别看好Mac平台游戏生态的未来 不过我知道上面这些生产力应用 跟看视频的你我估计都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下面这个才是真正属于这个年代的生产力 现在Nobo AI已经可以在Mac平台上部署了 众所周知 Nobo AI是个非常吃内存的东西 我这个MR Max的96系内存已经饥可难耐了 我们现在就来试试看 如果跑Nobo AI M1 Max和MR Max有多少差别 我们使用7G的模型同样描述语 来同时画一张1920x1080的图片 sampling step都设到20 最终MR Max用时4分16秒 而M1 Max用时6分51秒 快了60%啊 看来这个MR Max这一代的GPU通算性能 提升确实是要比图形性能更显著 另外 我们现在跑的Nobo AI还是基于传统的Stable Diffusion 用不上M系列的神经网络引擎 速度还比较慢 而苹果在去年年底 已经推出了开源的Core ML Stable Diffusion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GitHub上面自己配置一下 试试看 如果你技术力有限 App Store上面也已经上架了一个叫做Diffuser的应用 是Hugging Face利用Core ML Stable Diffusion做的 可以跑Core ML的模型 会比目前的Novo AI快非常多 比如说MR Max同样生成一个512x512 24 Sampling Step的时间 会从传统版本的8秒减少到现在的5秒 这个让我看到了M系列处理器在这方面的潜力 不过这个软件因为是一个长线版本 它的可调参数就比较少 还是更适合你长线使用 好了 那么到这里 M2 Pro和M2 Max的性能部分我们就聊完了 简单总结一下CPU部分 M2 Pro和M2 Max比起M1和M1 Max 有着20%左右的稳步提升 单核和多核都算是正常的待机进步 整体性能比较接近于英特尔12代的H45 i7和i9 当然能耗比还是大幅领先 绝对性能上 它是不如英特尔的H5移动处理器的 当然毕竟功耗差了四五倍 这个CPU表现已经足够令我满意了 只是我希望苹果还能加入一个更机械的模式 来满足不在乎噪音 只在乎性能的用户 而GPU方面的性能 比起M1 Max 它有着30%左右的进步幅度 而且解决了M1 Max和M1 Ultra 随着GPU计算单元的增多 性能增益放缓的问题 可以说是一次比较大的迭代 但总体架构 它依然是来自于2021年的A15的苹果振8Family GPU 今年PC阵营在售的新GPU 不管是英卫达 AMD 还是英克尔 都已经具备了能够硬件光追的能力 我觉得苹果在这方面还是有着进化的空间 希望M3上我们能看到苹果的硬件光追方案 另外 MacBook Pro还有一点很厉害的地方 就是插电和拔电 它们可以提供的性能是完全相同的 这一点对于需要抱着它随处工作的用户来说 是一个无法替代的优势 毕竟游戏本拔了电什么表现 我不说你们也反正都明白嘛 除了性能以外 MacBook Pro还有一个杀手锏 就是续航 这代MacBook Pro官方续航时间 比已经很强的M1 Max版本又延长了一个小时 是时候用我们的极客弯续航脚本来验证一下了 左边是M2 Max的新款 右边是M1 Max的老款 电池健康度均为100% 电池循环次数分别为44和94 室温25度环境 200尼特亮度 WiFi连接的情况下 搭载M1 Max的MacBook Pro 16寸的续航时间 比起M1 Max的版本 时间长了1小时25分钟 达到了11小时48分钟 续航比它强的机型 也基本上就只有自家M2处理器的两款轻薄本了 这个续航表现对于高性能的移动工作站来说 可以算是非常离谱的程度 可以说 比它强的没有比它耐久的 比它耐久的绝对没它强 最后我们也来看一下新款MacBook Pro和Mac Mini的功耗和散热表现 首先说结论 这两台机子虽然都是顶配 但是它们在整个测试过程中 是完全不存在降频问题的 但是苹果的风扇策略和大多数的Windows PC不太一样 我以Mac Mini来举例子 你开机之后 风扇就会默认跑在1700转左右的转速上 这个转速即使你贴耳朵去听 也听不到声音 但只有你把CPU干到100度左右 风扇才会开始慢慢的加速 然后你会看到CPU跑到100度以上一段时间 当然这个显示的温度是节温而非表面温度 然后随着风扇加速 CPU再逐渐降温 基本上它就是以静音为首要导向 其实如果你不开硬件检测工具的话 这个是我个人最推荐的风扇调整逻辑 毕竟CPU热了你又不会跟着出汗 只是说如果你觉得Ryzen 7000系列的PBO 跑到95度都已经很令人紧张的话 那这个风扇策略可能就会让你更紧张了 自从换了自家处理器之后 Mac的噪音表现一直是同性能级别里的佼佼者 但至于和Windows笔记本的差距有多大 我们还是用综合负载比较高的达芬奇导出 来对比一下噪音好了 其实MacBook Pro一直以来都是笔记本类的 领域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 作为移动工作站呢 它是最常出现在消费者的视线当中的 但现如今 游戏本其实在个人消费者所需要的生产力领域里面 已经足够胜任了 而且性能表现也足够好 价格可以说是比传统的移动工作站来说便宜太多了 而相对游戏本来说 娱乐属性少了很多的MacBook Pro 就成了消费者平常能接触到的最没有什么用的笔记本 MR Max的MacBook Pro毫无疑问是历史上最强的一台MacBook Pro 但就和所有的Mac一样 它对于需要泛用性的普通消费者来说 绝对是一个偏科生 对于拿它当正前工具的人来说 这个视频发布的时候相信这台机器已经在他们手里工作了 而对于更多的看客而言 买一台这么贵的Mac 却并不能让你获得比M1的MacBook Air强多少的体验 当然带着刘海的迷你LED屏除外 对于它真正的目标客户而言 MacBook Pro优秀的质量 同性能级别笔记本当中最长的续航 在满足散热的情况下 安静的噪音表现 屏幕扬声器等等外设的工作水准 也足够让影视和音乐工作者在一台笔记本上完成单兵作战 以及加上适配器之后相比较同级别的Windows笔记本显著更轻的重量 这些才是他们选择它的理由 对于这台笔记本来说 如果你并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买它 那你就绝对不需要它 我建议你就不要浪费这个钱了 买个4090肯定是更有意义的 而如果你明确知道你买它的理由 你让它赚数倍于它的钱 那你相信我 这台MacBook Pro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至于说Mac mini 我觉得教育优惠3699元的最低配 买回家体验一下Mac是挺不错的 就算真的你觉得它不适合你 长完线之后 卖掉也不会亏什么钱 MR Pro的版本目前在我看来还是贵了些 除了体积在这个性能级别的确还算有优势以外 我觉得试用范围是不如散热 接口都更好的Mac Studio 或者通级别的Windows台式机的 好了 那么这一代使用新处理器的Mac测评就到这里了 这期视频我从大年初二开始测试做到今天 说实话还是挺辛苦的 希望大家能给我一个素质三连来回回血 马上就是元宵佳节了 在这里我也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过几天我们还会带来搭载13代酷睿和40G显卡的新一代游戏本的性能测试 记得持续关注我们的频道 最后友情提醒 你要买电脑的话 一定要量力而为 按需购买 配置够用才最重要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